刮胡一 凍结政府部门补助国内民间团体及机构 参与或办理国际会议及活动整合平台300万元案 刮胡二 凍结补助台湾民主基金会经费500万元案 决定以上二案报告完遵 同意动之并提报院会 讨论事项 一 处理院会交付外交部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凍结案等二案 刮胡一 凍结资讯服务费中NGO双鱼网站维护营运经费100万元案 刮胡二 凍结国际合作向下加强双编辑多编合作预算多名宁家部分2000万元案 决议以上二案处理完遵 同意动之并提报院会 二 审查吴清波先生未请修正护照条例 许年满60岁或65岁老人之申请护照规费 减半或减免缴纳等期建请院案 明细如下 敬请参阅 决议 所成建议是向公勤委员于审查相关法案时参考 以上七案 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7条第二项规定处理 临时提案一案 查台日海洋事物合作对话将于近日召开 会维护我方主权及渔权 有关冲之鸟礁海域议题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要求外交部必须坚守其为交非岛之立场 并向日本政府违言政治说明 同时主张我国渔民于冲之鸟礁海域享有航行自由及不受干预的渔权 日本政府不得任意逮捕我方渔民于该谈判中万不可误交为导 任意向日方出卖我国家利益 提案人 江启臣 徐志荣 马文军 吕玉林决议照案通过 以上宣读 请问各位同仁对上次会议的议事有没有意见 没有 每一件我们通过 那请议事人宣读今天的讨论事项 宣读本日议事日程讨论事项 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关于国防部及所属主管收支机密部分 不含国家安全局部分 以上宣读 好 各位对今天的议程讨论事项有没有意见 没有 我们就照今天的议事人牌的讨论事项进行讨论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出席的立法院跟政务官员的代表 在场的有王蒂 王委员 林长佐 林委员 然后这边有我们部长 冯世宽 冯部长 还有我们副参谋总长 兼执行官 普泽村上讲 空军常务次长 博鸿辉 博中将 总督大士 总督大长 刘索仁 中将 政务办公室主任 熊厚基 熊中将 主机局局长 陈国胜 陈中将 政书案局局长 文振国 中将 军备局局长 何安纪 中将 军医局局长 吴玉昌 中将 还有我们战规师代事长 许朝明 少将 资源规划师 市长 陈正吉 陈市长 法律事务师代事长 林纯梅 林市长 整合评估师 市长 严正国 严中将 全民防卫动员市代主任 蔡中成 少将 国防采购师代主任 黄熙如 少将 政风市主任 许志云先生 人事参谋次长 是次长 徐燕浦 中将 情报参谋次长 是次长 张燕廷 中将 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 是次长 张正中 中将 后勤参谋次长 是次长 上永强 中将 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 是次长 李廷胜 少将 训练参谋次长 是次长 陈晓明 中将 还有我们这边有陆军司令部参谋长 全职位 中将 海军司令部参谋长 梅加苏 中将 空军司令部参谋长 范大为 中将 后备指挥部参谋长 李世国 少将 县指部参谋长 冯毅 少将 陆军后勤指挥部参谋长 陈生寨 少将 还有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 张冠群 中将 军事情报局局长 刘德良 中将 电讯发展室主任 刘德金 中将 飞弹指挥部 指挥官 谢家康 少将 自电作战指挥部 指挥官 杨登清 少将 广大学教育长 杨基荣 少将 另外我们有行政业主机总处 郑幻栋专门委员 还有同样主机总处 方淑玄视察 谢谢 那因为今天的议程有部分是国防部预算的机密部分 所以我们一开始先进行机密预算的报告跟讨论 之后再来进行公开咨询部分 那我们请一时间先进场一下 谢谢 谢谢 yez當练习者 izz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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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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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